好,這隻就是Pokemon PDCG的Poket 那現在我就帶大家一起去玩一下 去實測一下,其實我自己試玩過的 這條影片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遊戲的一些畫面 以及一些介面的東西 究竟怎樣玩,以及那些卡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我們來新手的一些教學 一些叫做個人資料之類 好,這裏有什麼私隱條款 按一按,然後靠拆就可以了 通常都不會看的東西 然後又說你有沒有收通知 然後一些資料使用 然後再重新開始 這裏就不連結了 因為我呢 因為這裏我要拆手抽 所以這裏就不做什麼Switch連結了 OK,那當這裏的資料下載完 我們OK進去 現在又在開紐西蘭VPN 因為這隻遊戲只有紐西蘭才可以玩 現在 然後我們可以關掉它 照到你,這裏都不會停的 我們可以一路去 那我們快速跳過 那這個遊戲呢 其實我現在都在拆手抽 看看有沒有那些漂亮的牌組 如果有的話也好 那這裏我們隨便選一個 不用隨便 打回我的名字也不會太浪費時間 OK 就這樣吧 那這裏已經可以開卡包了 但是這個卡包呢 全部都固定的 不是 應該是說每一款都會固定 它三個不同的 不過呢 它固定都是同一批來的 譬如這個比較一招就是 鳳神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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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噴火龍的話就是椰彈樹 超夢夢的話好像是地鼠 我忘記了 OK 那這裏呢 就告訴你 你拿到那些卡之後怎樣 這個過程的程序是怎樣 當你收集到那些卡 它就 放進這個圖鑑裡 跟著這個圖鑑就可以選擇 你 有什麼卡牌 看回 譬如這個鳳神戀 那你見到 你可以見到它那個 這些叫什麼變 這些 這些的 我不知道這些叫什麼變 就是 總之很漂亮的 靈變 讓你看到 因為現實的PokémonPGCG卡 都是這些 EX卡 SR SAR 更加 SR那些應該是銀邊之類 好 那這裏呢 這裏呢 有一些任務 一些成就的東西 我們沒什麼看的 這裏 那最緊要呢 就是這裏 這裏呢 就是開這個卡包 OK 那我進去先 這裏呢 它固定 一定要你選擇 這個超萌萌的 好 那就選了一隻超萌萌 試打一包 可以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那有時候呢 有些呢 是調轉了的 那有些呢 你可以選擇自己 你可以自己這樣調轉它 譬如這樣調轉它 但是有些呢 是調轉了 有些人說 調轉了牌組 是容易出好東西的 那我們就試一下 其實都是假的 應該 除非你這裏出好東西 應該沒有了吧 OK 一張漂亮東西都沒有 這個理論上 會出到好東西的 那它這一包裏面 有一張supporter 版木 都OK 好過沒有的 好 那這個首抽呢 這個第一包 這個第一包 就是有機會抽到好東西的 也有機會抽不到好東西 那之後呢 我們就去什麼 這個特卡挑戰 這個特卡挑戰呢 就是固定的 但是它就固定 可以獲得 這個AR卡 就是這個 車理龜 那這個呢 是視乎你一開始 選的那個卡包 是什麼卡包 那你無論怎樣 選擇幾百次 它都是出這個 車理龜給你的 好 那我們可以快飛 不斷按右下角 好 然後呢 這裏呢 就完 這裏呢 這裏呢 有提示可以繼續開卡 而這個特卡挑戰呢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你身邊啊 這裏的人啊 抽到什麼牌 你看到啦 這裏呢 有個人抽到這個卡拉卡拉 那我們呢 可以選擇用這個的一些 這個叫做 你當是能量 或者體力的東西 你就可以 看一下機率可不可以抽到 5抽1 哇 李魚龍 毒氣雙子 尼多王 那這裏的話 基本上呢 理論上應該是李魚龍比較適合我們 因為李魚龍 水系 我都很漂亮 那些牌子抽得這麼漂亮 那些人 超夢夢啊 有張 我們選李魚龍 這裡 那這個呢 就真的抽了 就不是剛才AR的 這樣 這樣吧 我們要選吧 這裡 我們不要選同的 我們選右上角 好啊 都是水系 但可惜的是小海獅 在哪呢 張李魚龍 難道是同一個位置 左下角 OK 隨便吧 好 那選完這個Meta卡挑戰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到這個任務處 這個任務處 我們可以拿到全部領取 那他就有一些禮物可以拿的 那有些禮物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開卡 可以去開卡 可以去開卡 本遊戲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可以瘋狂刷手抽 瘋狂抽卡 OK 這裡開這個比卡超 那一開頭呢 兩把就送給你了 之後呢 就隨時間來到 繼續抽 好 你看到那個邊 可以脫邊 那邊是普通邊 這個好像EX卡 我EX卡都不是 R卡 這些普通 這些應該叫R 好 十六張 一樣啦 現在就是快點按 繼續開 那頭這兩包呢 就送了啦 之後呢就要給一些積分去開了 齁 看他普通知不行了 哈哈 嘿 已經玩完了 好 抽完他送了兩包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 一些點數 這個 這個 他就說這個什麼 什麼縮短開封卡包的 一個開包沙漏 那用十二個呢 他就可以 減少這個十二個小時 那就是應該是一個就減少一個小時 然後 隨便吧 反正後面沒有所謂 咦 後面有一張 這張應該是AR卡 應該是廢卡 不是 是EX卡 好廢啊 這個手抽 這個手抽真的有夠廢 我暫時這個遊戲 都沒有玩過一場對戰 因為我要拆到一個很好的手抽 我才開玩 我們還有一些機會 還可以繼續抽 這裡繼續吧 縮短這個的開卡包時間 繼續開 我起碼要得到兩至三張好東西 比較稀有一點點的 我才會開 如果有到好東西 這裡會發光的 沒有發光 普通鴉路邊 水戰龜 水戰龜 水戰龜都OK 戰力來講 因為這個牌組 那些人都推薦 抽比卡超這個卡牌 因為容易用 看一看二用 OK 來吧 看那款已經不夠好東西了 又是一張垃圾卡在後面 卡比獸 要用四個能量 有沒有人用呢 卡比獸 好了 現在你看到已經沒有了 不可以再用了 之後呢 我們又回回去 回到首頁 它會升級了 再有一點任務 然後選擇任務 選全部領取 你看到又有48個這些沙漏 拿去 現在又有60個 你又可以繼續抽 OK 可以抽五次 隨便吧 嘩這兩張 蓋起來了 快來吧 看那款已經不夠好東西了 有張小霞 全部普卡 全部普卡 差不多 還是好像真的全部普卡 那基本上呢 你看到 抽了這麼久都看不到一張漂亮的東西 甚至一張AR都沒有 那這個帳戶就可以刪掉了 我們快點抽 快點抽完 然後開箱 咦這個 這個好像是AR卡 是AR卡 尼多王啊 尼多王的AR卡 沒有什麼特別 這些 他不 他還沒到很稀有的卡 普通 普通 OK 再來一個 我們還有三次機會 有沒有機會 翻本 如果他這次出三張高 高的卡 那就有機會 我會用了 這個帳戶 就來了 OK 什麼都沒有 全部都是普通邊 全部都是普通邊 OK 繼續努力 50個 是嗎 50張 還可以抽多兩次 即是60張 繼續繼續 最後兩次 抽完這兩次 就知道這個AR卡 怎樣了 就這包吧 近近的 OK OK 很好啊 全部普通加 怎麼用得下手啊 我最好成績呢 都是 都是一張 一張SR 再加一張EX 還是兩張EX 對 支持者 見過一次 見過板木老大 不過板木老大 就是可以 又是什麼都沒有 這個 可以完 不用看了 馬智師 至少要有什麼人物 或者一些 金卡 金卡很稀有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機率 它有機率可以看 先 這裡 這裡有什麼提供比率 你有看到了 一般封入和稀有封入 0.05 0.05 其實都 都不能說低 厲害的 就是這裡 你看到 這裡 噴火龍EX 比加超EX 超猛EX 然後這裡 什麼EX 全部都是稀有的 0.05% 然後小霞 小肝 這些 嘩 這些稀有的東西 剛才就是中了0.321 0.321 其實都相對地高 這個機率 它2.572% 所有包 你看到 兩顆星 就是0.5 三顆星 是0.22 然後王冠這個 是0.04 非常稀有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是想抽 大概三到四張 三星 然後一個王冠 還有兩星 那些 一星那些基本上沒什麼所謂 一星那些太容易抽了 可能之後都會免費抽到 但是這些 這些 我覺得 有得拆 這些先拆了 OK 那給大家看 怎樣 D account 很簡單 這裡按 設定其他 然後按這個帳號管理 然後就可以delete 那delete delete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新來過了 由一開始的步驟一直做下去 那因為我剛才關掉VPN 所以這裡就不能再連 我要連回VPN 之後再進去 才可以再拆 OK 那這裡是試玩片 給大家看 那就來到這裡 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玩一下 對了 但是要留意的是 那如果你是iPhone玩家的話 那我口說一下怎樣玩 就是先把你的Apple Store 那個地區設定 設定到這個紐西蘭 紐西蘭之後就下了這個 這隻Game PDCG Pocket 然後就開VPN VPN要開紐西蘭 開紐西蘭 然後才進入到這隻Game OK 那我試玩來到這裡 我之後會開直播去刷手抽 那大家可以看直播 拜拜